好 看前面 不要挽腰 屁股往下坐 不要挤腰 对 很好 用有趣的体验方式 让学生学习跑步的知识和技能 长榮航空城市观光马拉松 幼苗计划 校园深耕巡回来到基隆 和在第六所学校的学子进行互动 再踢高一点 幅度脚踝的动作再大一点 用完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带动 学生的学习动机 就是如果以我是学生来讲的话 我就会就是很想了解 这种骨板的东西是要怎么用完的去做 这次长榮航空也邀请长跑豪手周婷应 跟学子们分享实战经验 透过关卡设计 提高学生们在运动训练的乐趣 要求主要就是训练核心一些身体上的肌肉的力量 那身体主要训练协调敏捷跟速度方面的 那篮架的部分其实也是比较训练协调性 因为跨篮你需要脚跟手同时去做 我觉得运动就是会想要求胜 那你今天想要求胜你就必须要训练 那你在训练的当中 其实慢慢的那个坚持的 就会慢慢展现出来 长榮航空幼苗计划起风 活动现场包括长榮航空的协力 以及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跟建的国中校长都一起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那校园深耕呢我们是从全省五个地方 从一开始的台东再到屏东再到外岛的金门 那第四站是到基隆 最后我们会在雨林做一个结尾 那我们希望把这些资源 包括这些运动选手一些 一些比赛的心路绿程 一些国际经验 跟这些专业团队所串起来的一些活动 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精神跟资源 带到所谓的非大都市的地方 希望有一些启蒙 让那些对运动有兴趣的小朋友们 能得到一些启发 我之前在台北念中山女高 我也是田径队的 练田径非常小 谢谢 非常辛苦 我记得每一次练到 回到家里面腿都是酸的 半夜都会痛的 我在想 当时我如果有长榮航空这么好的团队 来给我指导 我今天可能可以像我们周庭音这么优秀 可以成为长榮马拉松 永远跑第一名的赛者 再一次谢谢长榮航空的团队 也希望今天我们小朋友 可以好好的交流跟学习 因为基隆的希望在你们 你们自己 最大的希望也在你们自己 大家加油 我是中校国小 国小是跳远选手 国中正兵国中篮球队 那高中 基隆高中 我是参加十项 那今天欢迎来到建德国 像今天大家都能够顺利 都能够快快乐地学习 满满的 结合政府跟民间的力量 为马拉松体育活动 投注热情与关怀 提供给学子正确的运动观念 也透过活泼的课程设计 提高选手们练习田径的兴趣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你走 再往后 然后把学习的兴趣